光臨風的姓名出現事業危機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一名的呢 就是生肖鼠老虎的 名字有蟲子 鼠老虎 蟲 誰有蟲啊 誰啊 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案例 我這隻蟲怎麼那麼大啊 光臨風有蟲我今天才知道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風裡面有一隻蟲耶 你會選擇愛情還是麵包呢 那麼在愛情事業 衝突的時候 你會怎麼選呢 盡量兼顧務實衡量 我們也知道嗎 他們的愛情呢 就是麵包 也要兼顧的那種愛情 如果沒有麵包拿來的愛情呢 他根本就沒有心去經營了 所以呢 他盡量不要對不起人家 人家如果很深愛他 可是如果他自己沒有麵包 他也會覺得你走也沒有關係 在你本身的名字裡頭 或你配偶的名字裡面 出現呢 這樣的一個組合 比如說第三名 這個組的上面 是鼠老虎的呢 有月亮的月 那月亮月呢 在古體字 它代表肉的意思 代表老虎有肉吃 在我們演藝圈裡頭 比較有名像富娟 它是鼠老虎 那娟字就是月 就是代表有肉吃 誰是不能共患難的新作福奇呢 一邊呢 是不怕未知 樂於冒險 就是說大難來了 他還不覺得是大難 搞不清楚 對 搞不清楚大難 那另外一個呢 是緊張稀稀睡不安枕 怕得要命 要覺得你這個態度怎麼得了 我受不了了 我要跟你離婚或 我們乾脆分開算了 你再這樣繼續冒險下去 我遲早有一天 會被你弄到神經病 只要收看今天的節目 你就有機會得到 必寫保平安的幸福開運年 機會難得千萬別轉台喔 開窗人生好風景 時來運轉任我行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 開運堅定談 哇 今天的特別來賓 不得了了 哇 貴客臨門 我們歡迎高林峰高大哥 謝謝 謝謝 愛情事業難兩全 相信這是所有正在職場奮鬥的人 都能感同身受的切身問題 工作與愛情像是天平上的砝碼一樣 很難取得和諧的平衡點 工作上要求表現 感情就無法花時間細細培養 要了愛情 你的成就可能就離成功 越來越遠了 只要你是個有事業心的現代人 這個問題將會是永遠的天人交戰 今天節目就要來告訴你 如何在工作與愛情中 做到兩全其美 我們知道這個高大哥 這一生的這個奇蹟已經是 現在已經是變成一個 傳奇了 傳奇了 包括你的 起起伏伏的事業的故事 然後呢 愛情故事 愛情故事也有 對 然後最後美滿的婚姻 然後呢 整個人 然後呢 在事業 對 完全創造了另外一個高峰 然後有一個智慧的形象 到處演講 然後到處演講 這個已經就很不得了了 這加上 最近又發生一些事情 他還能夠這樣子 就是滿面春風 然後我覺得那個 度量非常 太厲害了 這很陽光 一定要 一定要就是說 交交我們晚輩 對 其實這個 其實像這個 在超市 我本來主持一個節目 正好跟你這個節目時間 在同一個時間 對 那這個同一個時間的時候 其實給你們幫了我很多的忙 因為你知道 在這裡面的時候 因為超市它擁有的資源 是有限的 對 所以在有限的資源裡面 你要想在這個時候 反敗為勝 你必須要有很多的方法 是 那我現在正好就是在 各地演講的題目是 反敗為勝的演講系列 要跟我們分享一點點 正好 所以這一次呢 超市它臨時把我這樣子 無預警的 就是說它換人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它給了我 一個很好的 就是說 讓我對超市一定要 好好的大大謝謝一番 因為它讓我在這個 像我在上禮拜 我去台南演講的時候 就是它給了我一個 很好的素材 我自己演講裡面 我常常講一個叫 九字真言 九字真言裡面 最後的三個字 最重要的就是好環境 這個好環境 也就是說你的工作環境 可以影響你這個人的成就 所以說 所以同樣的道理 因為你在一個工作環境 它是沒有保障的 它是沒有原則 沒有方向的 沒有錯 它甚至於是不重視觀眾權益的 那這種環境 你待在那裡 你的下場不會好 那因為那個公司 它最後的營運也不會好 當然 這是我提的一個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現在是一個多元化社會 你隨時可能面臨到失業 沒錯 或者說被換腳 並不是說高齡風勢 人人都可能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培養一個叫做第二專長 那培養 那培養 對 培養第二專長的關鍵就是 在於你必須要不斷去學習 那學習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看書 一個就是聽演講 那當然呢 看李明的節目也是一個方法 對 不行 大起大落再起 然後呢 雲淡風輕 然後你看他現在還能夠 彈笑風聲 我們要來好好的解讀這個人 從這個面上 對 又來了 又來了 我們要從你的姓名 真的啊 好 姓名好 這個我贊成 對不對 從姓名選 我的姓名會讓老師很辛苦 因為我有本名叫做元成 就是葛元成 對 然後呢 一名高齡風 高齡風 市議員候選人 葛高齡風 還要加高 你已經落選了 好 落選了 對不起 落選可以 但是一定要記住 高票 好 不過當然呢 因為我們呢 對於這個高大哥的認識 還是比較以高齡風 好 我贊成 因為你已經被叫高齡風 叫了這麼多年了 好 就是高齡風 高齡風這樣子的名字呢 來算你的姓名選 那我們請謝老師來解釋一下 他的事業運 特別看事業 那在什麼地方要特別留意 然後呢 我們來看 什麼樣的姓名筆劃 或者什麼樣的名字的人 其實他有可能 他的事業起伏是很大的 對 對 我們現在從這個地方來看 還是以高大哥高齡風這個名字來看 那我們看看 在人格的地方 有第一個字高 加上第二個字的零 加起來是二十畫 那二十畫這個人本來做事情 他就是比較有計畫性的 那在婚姻事業方面 但是呢 會遇到一些瓶頸 那我們再看看第一個的話 也就是第二個字加第三個字 零加上風是十九畫 這種組合上面來說 我們的成功呢 比一般的人 好像要來得更早一點點 比較容易 但是呢 它緣分上面來說 它會變得比較孤獨 而且緣分比較薄一點 所謂的緣分是 就是像夫妻的緣分啊 成名的早蛋是 婚姻跟夫妻 孤獨 綠博 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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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真的婚姻緣分 會比較薄一點 對 是是是 好 然後我們再過來看看外格 也就是瘋子 好像好多不多嘛 是不是 瘋子加一畫的時候出現實畫 這叫育症乏力 好多 這更嚴重了 對啊 這劇本可不可以改一個 我們這樣換一個角度來看 但是這個字 所以如果講我 講事業育症乏力 我可以接受 講身體我就比較覺得不能接受 沒有 真的是事業 是事業 不管是事業 而且事業徒勞 還無功 還無功 你看多準 我確定有勞 對 你一定有啊 那也肯定無功 對 好 所以這個是 徒勞 無功 對 有時候其實你真的是覺得 你花了很多的心力 可是有時候真的不知道從哪裡 再從哪個地方來做 以角度來調整 然後最後呢就是總格 也是高齡峰加起來是二九化 這個地方呢代表你本身呢 才字兼備 但是呢 這個地方就是婚姻上面 容易有二婚 或者是所謂的暗竹 暗竹是指 沒有正式結婚的一個對象 什麼 現在應該沒有啦 其實暗竹其實 暗竹大概幾 這 我跟你講 暗竹我要算得清楚 我實話 不是 不是 他在說實話 你不要欺負五十歲以上的人 對 真的不好記 不好數啦 我記得我有一次 我跟我太太兩個 一起去上節目 就說高齡峰 有幾個女朋友 那兩邊都要寫啊 那我這邊要寫一個 看我太太的默契 對 就我太太 結果我寫完了以後 結果我太太一拿出來 是個英文 是個N N個 因為她也不知道 她沒有辦法知道 那你寫的是 我啊 其實我寫的時候是 你真的有在算 沒有 我寫的是 蠻誠實的 八個 過年八 對 我寫八個 但是 那個只是寫各位書 就是幾十八 或八十幾 好… 好 開玩笑的啦 開玩笑的 當然 所以呢 這就是 但是這樣子來看 就我們的確看到 婚姻 就可能就是說 高大哥的這個桃花 因緣 這種是比較的 現在都好了嘛 因為現在連小孩子 什麼都已經 對 因為她這邊來看 因為林智的這個結尾 這個地方是你的福氣宮 那福氣宮 原來她的福氣宮 並不是很影響 但是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跟你現在的配偶 搭起來的這個組合上面看 還滿不錯 而且妳很疼妳老婆 真的啊 所以還要娶對人 才能夠治得了妳 然後也就平了 也就沒有什麼 八個婚跟幾十八案竹之類的 有可能 好 那我們要請教謝老師了 那什麼樣子的這個筆劃 就是說 在舊姓名學來講 它的確 事業的起伏是會比較大 我們可以怎麼看呢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 這事業起伏比較大的第三名 第三名呢 它是代表比較辛苦 然後而且它的起伏非常的大 而且比較多的這個變化 它是看它的姓名的部首嗎 名字 我們的名字 OK 姓不算 所以看你的名字 名字的字畫 林峰 沒有 林峰裡面有什麼部首 對… 然後名一裡面有什麼日啊 月啊 人啊 好 我來訪問看是什麼 好 訪問看第三名字是誰 這屬兔的名字有水 屬兔 你名字裡面還有水 沒有水 可是我不屬兔 所以跟你沒關係 所以我們來看就是 演藝圈裡的最有名的例字 就是 我剛剛就在想說會不會這樣 真的 因為你用附在 他屬兔嗎 對 他屬兔 他屬兔 他泰字下面剛好是水 然後泰一下 等一下 謝老師 你不會是專挑這幾個人 來做這個板子 因為泰字下面真的是一個水 OK 而且那個真的是他的財庫 果然是辛勞起伏多變化 對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名 第二名是屬於他屬於 才進才出 但是他是比較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順利的一個狀況 等一下 才進才出 我很怕是我 我也覺得是你 你也覺得是我對不對 還多災多餓 我們來看第二名呢 屬豬的名字有刀子的刀 對 什麼樣叫刀呢 刀是怎麼樣 刀子的刀啊 分方 利益的利 對 利益的利 就一個樹刀 那芬芳的 分的下面 對 OK 那如果是力量的利 刀出頭呢 那不算 那算力量 又就是看力量的力 你們知道我有私心啊 我兒子叫威利 力量的利 我怕 我沒有 那不算 這個問題大老 你誰有呢 我第一任太太 我不允許 我第一任太太 她屬豬的 然後她的名字呢 她叫林玉舟 舟 第三個字 對 那個舟有一個 然後屬豬 才進才出 她現在 原來是這個原因 為什麼她今天才知道 所以呢 這有沒有辦法改 對 重點 我要表示關心 雖然是第一任太太 關心一下對不對 對 怎麼樣 怎麼改呢 這個一般來說的話 除了她本身存錢的時候 可以盡量選擇她的配偶 或是小孩 那完蛋 那時候存給你也不是啊 沒有 她現在有小孩啊 對啊 那小孩 配偶或是小孩 小孩就可以 我在跟小孩講說 弄得我再來 好 OK 好 好啦 開玩笑 可是就是說 看看配偶跟小孩 可是配偶跟小孩 也不能有這樣子的嘛 對 除了上面比較不行 對啊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 第一名是誰呢 就是屬於比較大起大落 還不聚才 對 不容聚才 那這個呢 就是第一名的呢 就是生肖屬老虎人 名字有蟲子怕 屬老虎 我先看名字有蟲子怕 誰啊 哪裡 這是我們今天的這個案例 爸爸 我這邊這隻蟲怎麼那麼大 我告訴你 我有蟲 我今天才知道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風裡面有一隻蟲耶 這隻蟲 我看這是在風裡面 是滿淒涼的 因為這個蟲 我們在蟲子來說的話 在性命學上 它以生肖上 它是代表蛇 那有一句話叫 蛇縫蒙骨 骨刀戳 那這個戳的位置 剛好戳到你的彩褲上 你是老虎啊 是叫蟲 對 你就不能 你老虎你就不要吃蟲嘛 你就棒打老虎 雞吃蟲有沒有 蟲要 不是 不是有這個 你順口溜起來 沒有啊 因為就 那怎麼辦 我現在發現我的命太可憐 一個老虎還要吃蟲 你說這個老虎不餓死 太可憐了吧 那怎麼辦 對 怎麼辦呢 這可以改吧 我有發現就是 他現在他太太的名字 給他配起來 結果還是 這個財庫上面還是不行 但是發現你的兒子 你的兒子 因為他的妝字 是草字頭 對 那個草字頭 是你太太屬雞 他的財運 那財運剛好是落在兒子上 所以要用他兒子的名字 來存錢 還是可以解 這樣好 謝謝 謝謝 所以我想像你們這個節目 我知道服務很好 服務很好 我解釋給你 觀眾朋友 你們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們就可以上網 或者在民眾日報 還有他這個 你們都有電話服務 ET2day.com 你們網站很豐富 真的 而且對不對 高大哥在榜上 再馬上給你一個解答 我們不希望造成大家的恐慌 對 可以有辦法解 對 因為其實是有辦法解 事實上他還是可以的 對 還是可以 好 所以這任太太的兒子 對 那我們來請教黃老師 什麼樣的人呢 他是最佳的合作夥伴的組合 那麼我們再來 等一下以高大哥來看 他比較適合跟什麼樣的人合作 那以後就不要再重蹈覆徹 碰到這樣的人 我們就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了 對 你是事業成功的好夥伴嗎 什麼叫植舞線 植舞線 植舞線就這樣看 我們人的臉中間畫一條線下來 就叫植舞線 植舞線的重點就是 鼻子 人中跟嘴巴 最好不要有哪一邊比較大 比較不一致的 這就叫植舞線 這我們要畫一下 人家比 這裡比一下 俏一點 跟我合夥還不賴 我滿直的 今天八月二三到星期五 我們來看一下晴天星座哪些呢 獅子座 獅子座的朋友 明天可以說恭喜你 非常成功還有快樂的一天 所以明天可以說欣賞事成喔 另外一個是天明座 天明座的朋友 在愛情事業方面 可以說都很得意喔 而且呢 在形象方面呢 明天也比較適合 穿花俏一點的衣服 應該會比較美麗喔 另外一個是摩羯座 摩羯座的朋友 明天可能會遇到別人 要你去仲裁一些事情 或做一些重大決定喔 千萬不要太擔心 你大膽的做決定 都會是對的 當然呢 他是最佳的合作夥伴的組合 那麼我們再來 等一下以高大哥來看 他比較適合跟什麼樣的人合作 那以後就不要再重蹈覆徹 對 碰到這樣的人 我們就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了 對 因為我們合夥講這樣 重品德更重於才華嘛 你很會賺錢 結果品德不好 貪污啦 污錢啦 我們還是合作不下去 或背後捅我一刀啦 是 對不對 或者是說 做了什麼事情不告訴你 一直到最後一天 讓你知道啦 對 所以等一下對照一下 你的心目中應該會有一張畫像 那我現在講是最嚴重的四種 這是最不好的四個 通常我們不要跟這種人合夥 第一個就是眼神不正 眼睛是心田啊 代表他可能心思不正 那第二個叫鼻全不配 就鼻子跟顴骨之間要搭配 如果說鼻子太大 顴骨不夠的話 表示他自以為是 那相反的 鼻子太小 顴骨太大 那做起來他才氣又不足 或者才藝的 理才方面又不夠 那麼第三次 我鼻子發現王老師的鼻子 好棒啊 長得 對啊 真的 謝謝 因為我做節目在那邊 沒有看過這種鼻子 對啊 怪不得那邊真的是 我們這個有才氣 也是起不來啊 我這個才不是才華的才 是錢財的才 為什麼 那邊的老師鼻子都凹陷 不是 我不是說這個 沒有啦 我是說 你們的老師啊 是真的 這個才氣 這個鼻子真的很特別 我說我在這邊做節目 做那麼久 沒有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工作夥伴裡面 有這樣的鼻子 是真的 跟老師沒關係 因為老師 老師都各有優秀 各有優秀 這句叫子午線歪了 什麼叫子午線 子午線就這樣看 我們人的臉中間 畫一條線下來 就叫子午線 那子午線的重點就是 鼻子 人中跟嘴巴 最好不要有哪一邊比較大 比較不一致的 這就叫子午線歪 這我們要畫一下 要比一下 比這裡比一下 跟我合夥還不賴 我滿直的 你好煩 這叫五官端正 對 五官端正 像我們這個就是 心正 臉就正 對 確實如此 確實如此 所以我幾乎不用看就知道 沒錯 心正 代表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抓得很準 對 不會比較用那些怪的招式出來 對 這個是叫子午線不要歪 再下去最後一個就是 兩個中指要螺紋的這種 也不要跟它合夥 還把它中指拿出來 拿出來看 你們兩個中指給我看 沒有 就是十個手指 十個手指的話 有螺有雞都沒有關係 最壞的一種 就是兩個中指是螺 其他八個指都是雞的 才這樣子 對 我們螺紋雞紋 一般來講都知道 就是說螺紋就是中心點在裡面 雞紋就是沒有中心點 像這一種的 它滿自私的 所有的一切考慮都是它自己 例如說我們在一起合夥 賺錢了 它有問題 它有意見 那賠錢更不得了 像這種我們跟它一起合夥 就很困難 以上就是這四種 我們通常幾乎 比較說牌子的 除了這之外當然還有很多 因為看一個人 真的人是非常複雜的動物 有些我們確實不能夠在一起做 那麼現在以高齡峰來講 他跟什麼人合夥比較好 事實上因為臉型真的千變化很難說 我建議還是一樣 一樣跟你找 眉毛要像你這樣濃的 濃一點的 可是我這好像有聞過 有聞過 沒關係 就是形狀 我不但聞還帶畫 我聞兩次才剛剛在畫 那所以那個人也要聞兩次再畫 對不對 然後這一項 一模一樣 這一項就不要 那麼就用眼睛來講好了 對 眼睛有 對 跟你眼睛基本上一樣 我看你好像是內霜吧是不是 沒有 他有 他外霜 外霜的很重感情 外霜重感情 內霜比較冷靜 我眼睛還不太隨便拿掉的 我還是看節目拿的 自己節目還不拿的 有 真的 就基本上這樣的話 滿迷人的 兩個人的這種感情方面 比較能夠一致 感情方面比較能夠融洽 其實好像 對 眼睛比較大的人 其實是真的比較重感情 是比較重感情 而且不會說不的 有時候會多情爛情 是 不會說不的 我們這個雙魚座 隨便你們說 我覺得雙魚座的人 只要碰到感情就是 那沒辦法 水箱 水箱還是不錯 對 而且我才不相信 他記不住他的女朋友幾個 對 記性還是不錯 他記性還是不錯 現在要講什麼 對 好 我們現在講星座 湯老師要跳出來 對 好 請湯老師來告訴大家 十二個星座的人 他在面對愛情跟事業起衝突的時候 對 他們各自會做如何的抉擇 是 大家檢查一下自己的太陽 還有你的金星 因為這影響你的個性 個性也會影響你的命運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土象星座 像黃老師或謝老師 你是金牛摩羯或處女座 那麼在愛情事業衝突的時候 你會怎麼選呢 盡量兼顧 務實衡量 我們也知道嘛 土象星座 他們的愛情 就是面包 也要兼顧的那種愛情 如果沒有面包哪來的愛情 他根本就沒有心去經營了 所以他盡量不要對不起人家 人家如果很深愛他 可是如果他自己沒有面包 他也會覺得你走也沒有關係 所以能盡量兼顧就盡量兼顧 不能兼顧的時候 他會務實的衡量 他要怎麼去走他的路 你走了我也沒有辦法 所以你也不能說他捨棄感情 你只能說他那個時候會比較沒有自信一點 然後想要讓自己事業更好 這樣子他的愛情才會更穩固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重感情的水象星座 像高大哥還有我 巨蟹天蠍雙魚 那當然是 您捨江山也要美人 真的耶 他們所謂的捨棄江山也不是全部捨 但是他是盡量對得起別人 所謂的不負美人 就是不負那個感情的對象 人家如果對他付出深情 愛情這個時候談得正甜蜜的時候 通常你會發現很多水象星座 可能就比較沒有把重心放在事業上 他可能覺得約會最重要 然後也可能就變成六親不認了 就是有異性沒人性的那一種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事業愛情兩難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難不難 他就是要愛情 鄭魚鎮是什麼星座 他是土象星座 他是盡量兼顧 務實衡量 他現在好像想混到我們水象來了 沒有 這是我們水象的特質 他怎麼跑來我們這裡 因為他負責 因為他負責 你被騙了 我被騙了 對 你以為他是溫莎公爵嗎 我不認為是 沒有 我從來沒有說他是 他逃避他所有的債務 我說他離溫莎溫爵太遙遠了 這個問題 我就是擺在他身上 把溫莎溫爵給侮辱了 我認為他是兼顧不了之後 他務實的衡量 他選擇遠走高飛的那一個步 可能是他覺得現在最好的選擇 因為也許後面還有更多 更多不為人知的事情 他用這個方法會比較處理好一點 對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他去為美人的這個部分 算不算嗎 我也不認為那是美人 對 因為我們這邊的美人不是說美人 是說感情 好 當然 但是我覺得你講得也很好 如果看一個人的美不美 完全是從外表來看 我覺得那也很膚淺 沒錯 沒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火象星座 在座是沒有啦 火象就是牡羊座 獅子座跟射手座的人 那你事業跟愛情你要怎麼辦呢 近期在我天意難為 什麼叫近期在我呢 他才不相信 事實上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兼顧的 所以所有火象的人呢 他們是一天當兩天來用 很厲害喔 所以它是盡量的做到 盡量的近期在我 一個蠟燭兩頭燒 一直到天意難為的那一天來到 所以愛情和這個事業 兩難的時候 其實火象星座有時候也要告訴自己 就是說千萬不要逞強 因為逞強有時候兩頭落空 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搞不好還把自己身體弄壞 然後讓你的這個未來 可能就沒有那麼的好 留著青山在不怕煤菜燒嘛 我們來看一下風向星座 像李明依的雙子 或者是天平水平等等 當然演藝圈非常多風向星座 你們會怎麼選呢 拖延戰術自主天主 所以風向星座的人 會先抱著旁觀的心態 先觀察一下情勢 所以你會覺得說 他好像是處於不處理狀態 就拖延戰術了 而且他讓事情來選擇他 而不是他去選擇事情 他不做任何選擇 我不一定要選擇事業或愛情 我盡量讓這兩個看起來 慢慢的結果就浮現了 可能事業是比較重要的 那這樣說他滿有智慧的 這是一種方法 這是一種用時間來換你 你決定任何事其實是 往往會犯錯 用這個方法很好 所以其實風向星座的人 他們為什麼會被我們說 很好的軍師爺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滿聰明的 你看 所以風向是 是 天平 水平跟雙子 沒有 我每次都會問一下 對不起 不是 不是 我會回答你 來 我了解 我可以配合 好 那我們要進一段反告 對 我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 就我們讓高大哥今天很開心 你想進廣告大哥 你跟我們講的可以嗎 講得很精采 我可以說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 對 可以啊可以啊 進廣告大哥 對 真的 哪種女人最有幫富裕 在你本身的名字裡頭 或你配偶的名字裡面 出現呢這樣的一個組合 比如說第三名這個組合上面 是鼠老虎的呢 有月亮的月 那月亮的月呢 在古體字內 它代表肉的意思 代表老虎有肉吃 在我們演藝圈裡頭 比較有名叫傅娟 它是鼠老虎 那娟字就是月 就是代表牛肉吃 明明23號星期五五 我們來看一下 秦始頓星座哪是呢 牡羊座 牡羊座的朋友 明天可以說是 蠻有歸人運的喔 所以千萬不要太堅持己見 有時候長輩的話呢 對你來說是有加分的效果 另外一個呢是金牛座 金牛座的朋友 明天滿適合跟人家開會啦 或者是簽約啦 或者是做一些新的 idea的發想 這個時候你的點子 都會被人家認為很絕妙呢 另外呢是雙子座 雙子座的朋友 明天應該稍微節制一下 自己的一些狀態喔 比如說會少開一點 然後煙少抽一點 酒少喝一點 或者是飯少吃一點 你會發現有另外一種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 明天新座哪些呢 雞蟹座 雞蟹座的朋友 明天其實還不錯啦 有一些消息呢 山山來遲 但是總是沒有 總是比不來還要好 所以你會聽到一個 不錯的好消息喔 另外一個呢是射手座 射手座的朋友 明天注意一下身體健康喔 其實很多事情呢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糟糕 可是你越想就越害怕 越害怕難免 精神就越不好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 對 可以啊 可以啊 聽了很可愛的樣子是不是 對啊 聽了很可愛 對不起 好 風向心座 後面還有一句 自助天助喔 這就是說 當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或當他很清楚整個局勢 他可以讓自己旁觀的時候 那麼天助就來了 事情自然答案就會慢慢浮現 你不要等到自己去把它搞砸 讓事情呢來選擇你 有時候是比較智慧的選擇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探討一下 發生困難的時候 各自落跑的夫妻的 星座組合排行榜 什麼有不干我的事 什麼這種 對啊 就是 你出了什麼事情 或我出了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大家是可以 有啊 其實 我想在 我要舉幾個例子 就是我們演藝圈裡面 有很多就是說 那個夫在七環 比方說我們的湯環花 對 比方說早期夏靈寧 就是說很多人都是 那個先生出了狀況 落跑之後 然後用太太的名義揹在 他們就拼命作秀 拼命環 拼命環 有這種的 就我不管你 我跑掉的 有啊 當然有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 是誰 那當然在外面就是 他就說不干我的事 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三名的組合是誰呢 一邊呢 是不怕未知 樂於冒險 也就是說大難來了 他還不覺得是大難 搞不清楚 對 搞不清楚大難 那另外一個呢 是緊張稀稀 睡不安整 他怕得要命 他覺得你這個態度怎麼得了 我受不了了 我要跟你離婚 或我們乾脆分開算了 你再這樣繼續冒險下去 我遲早有一天 會被你弄到神經病 那就是 射手座加處女座 這兩個星座的人呢 由於行事作風太不一樣了 所以這兩個人如果結回夫妻 很容易 處女座就覺得 你射手座到處在惹禍 即使她還沒有惹禍 她都已經覺得你會惹禍了 所以當然一旦出了事情 每個人都有理由 射手座說 我早就受不了你的撈高 而處女座說 我早就受不了你的莫名其妙 兩個人就飛了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的組合 又是誰呢 那就是 一個是誰闖的禍 自己負責 它是分得很清楚的 我本來就把我自己搞定得很好 你怎麼可以闖禍呢 另外一個是 這個聽起來好像平常異性風發的時候 還滿不錯的 可是失憶的時候 可能那個自贈性就會受傷 那就是天蠍座跟獅子座 這一對夫妻啊 平常就已經捨不太來了 如果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那種明爭暗鬥的傾向 比如說這個家誰比較了不起 誰當家 兩個都會搶著要出頭 那當然了 大難來的時候呢 天蠍座會認為 我從來不麻煩別人 而獅子座的人呢 就會認為說 糟糕了 我一定又要被罵了 而它外表雖然逞強 可是其實內心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呢 這兩個星座湊在一起 可能一個就會黯然離去 或另外一個就憤而離去等等 我們來看第一名的組合又是誰呢 飛得最快的 飛得好快啊 一個呢 是天下而之大努力求生 它是屬於那種 有那人來的時候我就去撐嘛 沒有關係 我很努力學習 我很努力去應付它 一定可以過去的 可是另外一個呢 是不切實際軟弱依賴 他很可能就會害怕啊 算命啊 普掛啦 而且有時候還會幻想啊 普掛都來了 那那個普掛的當然就是高大哥的雙語座 另外一個就是雙子座啦 但是呢 我們說大難來的時候 就是那一剎那 就是忽然有一個災難來的時候 通常水象星座會六神五主 就是水象星座的特色 所以就會很需要人家安慰啦 或很需要人家給他一個答案啦 給他一個方向啦 所以我們說為什麼很多水象 喜歡算命普掛 給自己一個確定的答案 否則的話自己會猶豫不定 可是雙子座的人會覺得 沒有什麼好怕的 災難來的時候 正好危機就是轉機 或者他認為說 這個其實看得很 可以看得很開等等 那溝通無效之下呢 很可能這兩個人 就漸行漸遠了 所以大難來的時候 各自飛的可能性就最高了 是 好 雙子 雙女 妳是雙子嗎 對 還好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不是沒有 請抽一下謝老師 那我們當然知道 比方是像這個高大哥 還好 至少在他中年的時候 他碰到了一個好老婆 那麼我們也顯然也看到了 不管是姓名的組合 或是這個老婆 跟她的生肖的配對 真的有幫夫韻 那請謝老師來為所有其他的觀眾朋友來指點一下 什麼樣姓名的女人啊 有幫夫韻 這個好 這個有意思 聽不吹 大夫韻 這個時候你就要聽 那記得喔 在你本身的名字裡頭 或你配偶的名字裡面 出現呢這樣的一個組合 比如說第三名這個組合上面 是鼠老虎的呢 有月亮的月 那月亮的月呢 在古體字它代表肉的意思 代表老虎有肉吃 在我們演藝圈裡頭 比較有名叫傅娟 它是鼠老虎 那娟字就是月 就是代表有肉吃 那我想到像我的名不是就有這個月嗎 你 對不對 對啊 可是我不屬老虎 那椎鴨屬老虎有月是誰 對啊 你屬馬你應該吃草啊 馬 你們為什麼不吃點肉呢 馬 你們吃點肉我不就幫夫了嗎 對 你說你乖到馬身上 馬有吃肉耶 吃馬喔 馬有沒有吃肉 馬肉被吃了 我們變成國家地理雜誌 好 來…對不起 來…第二個 我們不是講到動物圈 第二名 屬蛇 沒有 又草 蛇 你的草在哪裡 你這個不幫夫的傢伙 我沒有草 利奇 唐利奇 我沒有草 亞軍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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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吧 但我弟弟有 我弟弟就是屬蛇 你弟弟幫夫 你幫哪個夫啊 你弟弟要架誰 我跟你講對不起… 他其實絕對幫夫耶 為什麼 你們那個旗字再寫寫看 旗 旗上面是個草耶 你們到底有沒有注意 哪裡啊 旗哪裡有草 旗它怎麼上面不是個草呢 哪裡有草 那上面那個雙石 那個不是草是什麼 那是雙石 那是草嘛 諸葛亮的蛤 我姓蛤 我怎麼不知道 老師 我那個蛤上面是不是草 對 蛤上面是草 你的蛤是草 你的蛤是草 我的旗有沒有草 他的旗真的不是草 沒有草 這個你知道 我已經幫你了 不能幫夫了 好不好 我已經幫你騎都有草了 不是 這表示說 我們看運健康很公正 不是說自家老師就說他命好 命不好我們也照講 而且沒有說你命不好 就是說 沒有 剛好沒幫夫 OK 不過你的弟弟以後會很疼他 他現在已經疼他女朋友了 比疼我們這些姐姐還疼 所以屬蛇的要有草 那我們看第一名 就是能夠祝福 還沖天 對 讓先生的事業一飛沖天的 這個祝福沖天的來看一下 好 你們是最冷的炒飯組合嗎 一個是單刀直入 說來就來 他覺得說來就來 是一種情趣 是我給你的最高讚美 你今天看起來太辣了 把你拉到哪裡去了 另外一個 就是講究情趣難以適應 還沒點蠟燭 對 還沒有把燈關按 就是 年8月23號星期五 我們來看一下 一篇星座友 天蝦座 天蝦座的朋友 很快就都不願意 所以你急著要去催促別人 別人最好跟你說不行 另外一個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朋友 明天也是屬於那種 用蠻力是不能解決事情的一天 所以很多事情 你要學會用巧勁 可惜時不我語 所以你要不要眾志成成 就是請大家來幫忙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打雷閃電星座友 秋泥座 秋泥座的朋友 明天是屬於很多事情 會被阻攔的一天 明明你向東走不行 後來決定向西走 結果又被阻礙 所以這個時候 可能我們要稍微 讓自己休息一下 另外一個是雙一座 雙一座的朋友 明天比較屬於 有人在意志上 跟你有衝突 他就是要跟你唱反調 你說什麼他都說錯 所以這一點 你要注意一下 不要疏離太多敵人 看第一名 就是能夠祝福 他衝天 對 像先生的事業 一飛衝天的 這個祝福衝天的 來看一下是什麼 好 那第一名呢 當然就是 又不是我 還三年選 我為什麼不屬龍呢 我早生一年就好了 屬龍啊 對 屬龍 還三年選 不過高大哥 這個你不用擔心 因為你太太也是前十名內 為什麼 她沒有在前三名 雖然沒有前三名 但她幫你太太也排過 因為她有到第十名 她沒有講出來 在前十名內的 是不是總共只有十名 其實我們一共應該是十二名 十二個身孝 那十二名最差 其實不會啊 每一個都很好 那我在第十名 你笑什麼 你說 你是綁外 那她在第十名 你也綁外 十名內十名 對嘛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謝老師 她有陰陽眼鏡 記得 她說我在綁外 是因為她知道 我不會報復 我聽過就是這樣 因為她知道你會復仇 所以她一定要注意她 好 開玩笑的啦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 最有幫副業的姓名 部首前三名 但是呢 觀眾朋友 你也不要覺得 一下子很害怕 我不是那個生肖 我沒有那個部首完蛋了 然後被你的這個 先生想要來修妻 不是這樣子的 就像這個謝老師講的 她還有別的生肖 不同的組合 你還是可以幫副的 對不對 好 請教這個高大哥 是 你認為你跟你的太太 這麼的和諧 你們在炒飯這件事情 就性生活上面 怎麼會 你們這題目怎麼會 從剛剛還在有馬有蛇 現在變炒飯了 那喘得也滿快的 因為啊 因為最近會播廣告嘛 這樣 好 那就是 你們夫妻兩個 在這個炒飯這件事情 也就是性上面呢 彼此真的都很能夠 滿足對方的需求嗎 所以你認為婚姻的幸福美滿 這個有關係嗎 那既然你問問題 我還是要講出這個 我跟我太太的情況 其實像我太太 因為她是 她雖然不是演藝圈 但是她的戲演還是不錯 對不對 所以她會 所以你們 所以我 所以我一個感恩的心 謝謝你的表 你的表情 讓我覺得我還不錯 但也傳說 傳說女人在這方面 都比較 比較能夠了解男人 可是男人就在這方面的 敏感度很弱 你知道 女人在這方面很強 她會 她會不斷地讓男人 不會讓男人受傷 你知道嗎 對 可是男人真正賣力 還是多半是在外面 這也是事實 對 真的走出來說出了重點 沒錯 因為她覺得夫妻的時候 好像這件事只是大家 經意物一樣 對 所以她真正賣力的話 她會出去 所以現在就變成 我們大老婆都比較辛苦 因為我們大老婆 要演得比外面那些小阿姨 還要好 怎麼可能呢 對啊 白天還要取家 累死了 累死了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真正婚姻的經營 到最後的時候 一定要把兩性 特別是性方面 大家都要淡化 然後用東西來替代 她們才會快樂 例如跟著小孩子一起玩 用東西來替代 對 她們跟小孩子一起玩 對 你想 對 或者她們從她們的事業成就去替代 對 對不對 或聊天 新的 培養新的興趣 如果一直放在信上面 兩個會很痛苦 看A片都來不及 真的 但是當然 我覺得高大哥他自己有 他自己跟他的老婆 他們之間的這種協調 那當然也每一對夫妻都不一樣 我們不能說有一個標準 男的一定要怎樣 然後老婆一定要怎樣 沒有 你們這對夫妻你們說得好就好 有的老公一個禮拜他要七次 一個禮拜 老婆也OK的 有的老公 拜年不碰你 老婆也OK的 那是你們家的事情 只要你們兩個配合好就好 但是我們還是要排一個 比較有趣的星座排行榜 叫做什麼 就是呢 他對這件事情 他們就比較冷感的這個 星座的組合 這對碰在一起 就你怎麼演我就是看不順眼 我覺得你演不好 或是 或是你怎麼賣力 我都覺得你這個力量 就是力道用錯地方 我們來看看 對炒飯 也就是對信這件事情呢 最冷感的星座組合排行榜 這個部分呢 在夫妻的關係裡面 雖然高大哥說 慢慢的他應該要被淡化 可是我相信 沒有這個部分 是萬萬不可以的 再來呢 兩個人要和諧 態度要一致 就像Amy說的 所以呢 這兩個 為什麼這三個星座 這三個組合了 會變成性能感 那一定是 他們有不協調之處囉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是誰 一個是單刀直入 說來就來 他覺得說來就來 是一種情趣啊 是我給你的最高讚美啊 你今天看起來太辣了 把你就拉到哪裡去了 另外一個呢 確實講究情趣 難以適應 還沒點蠟燭啊 對 還沒有把燈關按啊 就是 我記得我們的前苦嫂跟前... 就跟苦鈴之間就是 就是牡羊座以及天秤座 一個呢 他覺得說 有時候滿刺激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玻璃花房裡面 可是另外一個說 不行 這樣會被看到 而且你不覺得 上面有時候會有一些 奇怪的東西掉下來 等一等 果然有樓上的襪子嘛 掉在下面那裡 對... 所以天秤座的人會覺得 這並不是很有趣的事情 可是牡羊座的人 他卻是那一種可能 他一時性情 盡興之後呼呼大睡心 所以這一對夫妻久而久之 我想他會慢慢對他沒興趣 天秤座也會覺得 你對我沒興趣是最好的事了 我們來看第二名的組合是誰呢 這個是 時熱時冷 怪招起初 熱的時候呢 什麼怪招都有 有時候就是 很有情趣的那一種啦 可是有時候又冷淡得不得了 好久不理你 可是另外一個呢是 內心雖然很狂野 外在卻很保守 你太熱的時候 他其實滿喜歡還要拚 你太冷的時候 他很想要又不敢講 那很糟糕耶 這個好累耶 這一對我看早點分手出來 好累喔 這拚起來就是說 你想叫你 你叫出來嘛 對 那就是 水瓶座跟蟲女座 水瓶座跟蟲女座 我的媽呀 水瓶座就是這一種 其實嗨的時候可以很嗨 但是冷的時候呢 又會讓那個蟲女座不解 是不是我表現不好 那蟲女座很想要很狂野 可是又要矜持 因為他一直搞不清楚 水瓶座到底愛不愛他 所以這兩組呢 久而久之 慢慢的他們興趣會往外發展 或者是就乾脆去那個情趣商店 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解決等等 我們來看第一名的組合又是誰呢 這是誰 一個是一成不變 盡則努力 盡則努力 他就像幫譜一樣 很認真 幫譜 只要不停電 他就不會斷電 插頭不拔掉 他就繼續做 是...他就繼續做 另外一個呢 是喜愛變化 男人呆板 我覺得我有那種預感 是 雙子座快出現了 我覺得一定就是一個 金牛加雙子之類的 你錯了 金牛座很動情趣對不對 真的嗎 摩羯嗎 那當然是摩羯啊 那怎麼可能是金牛呢 你... 真的 所以就是說 你想想康康 你想想菜頭好嗎 沒有 我想這兩個 幹嘛康康菜頭是怎樣 他們是金牛啊 你想黃老師可能想不出來 可是你想 因為我旁邊坐是黃老師嘛 就想不出來 但是好 我現在講謝老師跟黃老師 就變成說 謝老師比黃老師還沒花樣 是這意思嗎 摩羯跟金牛 我想... 這是星座專家的理論 你們自己下貼比賽 沒有關係 我認識摩羯的人真的很少 老師是摩羯 真的啊 好可怕 我花樣比他一定多 這個要保證 這個還自己還掛保證 這個可以保證 我不定... 我雖然沒有陰陽眼 但是我有花樣 沒錯 金牛座它是屬於那種 譬如說之前還可以跟你喝點小酒 培養那種氣氛 摩羯是沒有 摩羯都不是的 康康喔 康康會喔 對... 金牛嘛 當然喝酒了 摩羯不是 它很浪漫的耶 你不要看耶 這個人很會過日子 摩羯很強的人會問你說 今天晚上可以嗎 我準備好了 你過人就沒胃口了 真的 而且...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 請老師現身說法 你真的是這麼無趣嗎 真的嗎 它還好 因為你老婆是什麼星座 雙魚 對啊 那好耶 就還好 好耶 贏得 雙魚咬一咬就幻想 你是劉德華就過去了 什麼 它雙魚很浪漫對不對 對 女生很好嘛 女生雙魚很好 女生雙魚很好 幸好她老婆不是我就 我的話老早就... 對 你看那個嫌惡的 對啊 雙子座多喜歡來那種 譬如說忽然驚喜 結果摩羯就說 會早點 會早點 冷到一個基底 好 所以這個是最冷感的星座組合 當然冷感歸冷感 看這個節目的作用 就是還是希望大家能夠知己知彼 知道自己的個性 就像我們剛剛大哥說的 他雖然是雙魚座 雙魚座有雙魚座的優點缺點 他留住優點 他把缺點做一個修正 所以他可以反敗為勝 那我們可以大家向高大哥學習 不敢不敢 謝謝高大哥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黃老師 謝謝我們的收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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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